大家好啊 一直以来开设一个海外账户门槛是很高的 要么你准备好资料肉身去境外开户 要么你存几十万在境内通过外资行开户 但最近新加坡华侨银行推出了OCBC Digital 能够让用户远程开户 只要你有护照和能使用NFC功能的手机 不管在哪里 几分钟就能完成开户的申请 整个过程是免费的 而且你开出的这个账户功能齐全 能够进行货币兑换 收款付款 给港股美股券商出入金 还能申请一张实体卡 进行跨境的消费 绑定Apple Pay 购买ChatGBT 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华侨银行是一家什么银行呢 它是新加坡排名前三的银行 它的创始人是陈家庚的女婿李光潜 那这两位在南方尤其是闽南是非常有名的 他们不只是知名的企业家 还一起创办资助了厦门大学 但是由于它的门槛低 它也有一些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的客服不到位 如果你遇到问题 你很难直接找到它的客服 这就需要你有一定的自学能力 在网上去找到答案 第二点就是它的交易费用比较高 它的转账费 它的汇率的通关费都比较贵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使用WISE 熊猫素汇 盈透等等一些工具 来降低它的费用 总的来说 如果你没有海外账户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户机会 因为市场上已经找不到 比这个条件更好的了 但最终要不要开户 你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那具体该怎么申请这个账户呢 怎么激活它 怎么申请它的实体卡 这个视频我就给大家完整的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要保持网络环境的稳定 在注册的过程中 不要出现跳IP的情况 国内的网络是可以完成注册的 然后我们在应用商店 搜索OCBC Digital 苹果用户在中国区的商店 是能搜索到的 安装好APP之后打开 进去之后一路确认 然后点击注册成为新客户 在这里选择第二个持电子护照的外国人 目前OCBC对中国香港 马来西亚 印尼和中国大陆的护照都开放 然后进入这一页 说的是将给你开立两个银行账户 一个是新加坡员的 一个是外币账户 如果是你成功呢 需要使用你名下的同名账户 向资金账户存入1000新元 以验证身份 我们点击开始申请 这一页需要填写介绍人代码 就可以获得华侨银行的银行奖励 是15新元 当你存入1000新元之后呢 就能够立刻获得 使用屏幕上这个介绍人代码就可以 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说明里 填写好之后点击使用介绍人代码 然后就是手机验证的环节了 大陆的手机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你会经常收到它的验证码 所以需要你输入一个常用的手机 然后需要扫描护照的条形码 打开你护照的信息页 然后根据屏幕上的这个形状呢 来扫描 多尝试一下 它激活是很快的 然后需要你把你手机NFC功能给开启 然后把手机放在护照的封面上 来扫护照里面的嵌入的芯片 你可以用手机在护照的封面 轻微的摩擦一下 寻找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出现这个绿色的进度条式 说明就已经扫描成功了 现在护照就已经扫描好了 接下来是需要扫描你的身份证正反面 实际上它扫描一个正面就可以 然后是自拍的环节 完成之后你的个人信息 它会自动的识别出来 在这里呢 你补充一下出生国家 邮寄地址这里要注意啊 很多人的身份证地址 跟邮寄地址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以实际 能收到件的这个地址为准 然后在这里填写一下 注意要在邮编这里呢 把你的这个手机号 写个括号放进去 因为华侨银行会根据这个地址 来给你派送实体卡 这里一定要写对了 确认好之后 点击我的详细信息正确 然后要填写就业信息 尽量选择受雇人士 受雇人士会比较麻烦 然后如实填写你的工作单位 你的职业 年收入这些 开户的目的啊 可以选择投资 收入来源呢 可以是就业投资 这些都可以 税务居住地信息 选择中国 税务识别号选择 是我有 然后贴写你的身份证号 政治公众人物这里选择第一个否 在提交之前 大家把这些条款内容都要看一遍 然后促销的方式 选择第一个电子邮件就可以 其他都不要选 然后勾选一下 本人确认懂英文 因为之后华侨给你发的邮件 都是英文的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说明你已经秒开成功了 那恭喜你 你可以点击下一步 但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幸运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 说将会需要五到七个工作日来审核 如果你再打开APP 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等待审核当中 那如果你最终等来的结果 是这样的一条短信 无法为您开车账户 那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继续来申请 但重新申请的时候 你要注意 就不能使用原来的手机了 你也要换一个手机号 来进行申请 还是有一定概率能成功的 但到底要怎样才能确保你开户成功呢 这个其实谁都说不好 因为有的人条件明明很好 也通过不了 有的人条件很普通 就秒开了 这个就是一个玄学了 开户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去设置 然后根据它的提示 一步一步来进行操作就好 先是创建你的账号密码 然后是设置数字令牌 这个数字令牌的意思就是 拿你这个手机作为安全识别的依据 就不会再使用短信来进行验证了 这样的话方便你使用 也确保你的安全 你就根据它的提示 一步步操作就好 我们一路确认下去 你会收到各种短信 也会收到邮件 然后就进入了APP的主页面 说明你的开户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到底开了什么样的账户呢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看这里显示说 开了一个GSA账户 一个SSA账户 那这两个账户到底是怎么收费的 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OCBC官方的一个手册 这个手册呢 在网上是能够找到的 你看这一页就介绍了 SSA账户的情况 我们是属于 non-resident非新加坡的居民 需要保持账户 预额是2万新币以上 如果不足的话 每个月要收10新元 第一年是免费的 这一页呢 介绍了GSA账户的情况 就是外币账户的情况 它并没有一个维护的费用 那看来主要的成本 就是这个SSA 需要2万的新币 也算是比较高的吧 那怎样才能降低 这个使用成本呢 这里还有一个360账户 每个月的要求是3000新元以上 不足的话会扣2新元 3000新元相当于15000人民币 这个门槛就很低了 而且也是首年免费 那怎样用360账户 替换掉SSA账户呢 根据OCBC的规则 如果一个账户不使用超过6个月 就会被注销掉 你也可以提前跟客服进行沟通 那只需要之后的6个月里 不在SSA进行任何的入金操作 就可以来完成替换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开通360账户 点击APP里上面那个点 然后选择申请 在这里有一个账户 点击进去 你看显示的第一个就是360账户 我们点击进去 立即申请 他会默认把你开户时候填写的信息 都给关联上 你就根据他的提示确认之后 一步步往下点 然后他会告诉你 你会收到一张借记卡 根据之前的这个地址信息安排寄送 上面会显示你的姓名 这个卡还是很实用的 然后点击立即开设账户 大概等个30秒左右 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360账户设置好之后 就可以入金了 点击进去 这里会有一个收款的信息 里面显示了账号 Swift Code 收款行地址 入金的方式首选国内的银行电汇 如果你对电汇的操作不熟悉 你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 我会把视频放在视频说明里 然后来一步步操作就行 不一定非用新业的还原人生 你用任意一家内地的银行都是能够电汇的 如果你有WISE也可以第一笔款用WISE来激活 WISE入金也是没有问题的 速度还会更快 但是要注意第一笔款不要用熊猫塑绘 熊猫塑绘可以入金 但是激活的时候它是有风险的 有一定的概率翻车 一旦翻车就会比较麻烦了 入金成功之后呢 你会收到这样的短信 恭喜15星元的开户奖励已经到账 回到APP里 这个时候里面已经显示这个入金的明细了 要注意啊 它这个入金奖励是有时效性的 最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但是入金成功并不代表着就激活了 你看资产余额这里显示的还是零 我是用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才完成了激活的状态 激活成功呢 它会把开户的这个证明发到你的邮箱里 这个文件是很有用的 它可以作为一个英文的地址证明 激活之后 你看APP里的这个资产就有余额了 你也能在APP里查到这三个账号的信息 包括你刚才开的360账户 我们再来看一下银行卡的状态 点击银行卡服务 然后随便点击里面的一项 你就能看到你的卡的卡号了 这个卡呢 也安排快递了 大概两周之后 你就能够收到这个卡 好了 那关于OCBC的注册激活开卡的过程都给大家展示完成了 祝你能够顺利的拿到卡 那之后呢 我还会分享更多关于OCBC一些使用上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